哇塞 這支手機第一眼看你 第一眼看 第一眼看到這支手機的螢幕你就會發現 第一眼看到這支手機的螢幕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滑順 因為它是120格 這支手機螢幕一看到 那你會發現 第一眼看到這個手機螢幕 你就會發現這個螢幕非常非常鮮豔 因為它使用的是AMOLED的螢幕 它的更新頻率也是到120Hz 所以你滑動也非常非常流暢 第一眼看到這個螢幕的話 它是非常 第一眼看到這個螢幕 就是非常非常鮮豔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螢幕 就是哇塞 上面的顏色都非常非常鮮豔 因為它是使用AMOLED的螢幕技術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螢幕 哇塞 真的上面的顏色非常非常的鮮豔 因為它是使用AMOLED的螢幕技術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螢幕 非常非常的鮮豔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上面的螢幕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上的螢幕 真的非常非常的鮮豔 因為它使用的是AMOLED的螢幕技術 它的更新頻率是每秒120Hz 所以你滑起來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個螢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鮮豔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螢幕就是飛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的螢幕就是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的螢幕 它上面的顏色都非常非常鮮豔 非常有點過度飽和的感覺 我不知道待會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螢幕上面的顏色 都非常非常飽和 因為它使用的是AMOLED的螢幕技術 但是我覺得有點過度飽和了 我們待會看看有沒有方式可以把它調成 色域比較廣的方式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手機螢幕 真的是上面的顏色非常非常鮮豔 有點過度飽和的感覺 因為它使用的是AMOLED的螢幕 那我們待會也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調到 比較不鮮豔 比較正常的顏色模式 而不是這樣爆炸全部顏色都非常鮮豔的模式 螢幕的部分 它流 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部分 它更新頻率是每秒120Hz 所以它整個流上 這個螢幕 它的 這個螢幕它的更新頻率是每秒120Hz 所以整個滑順 那這個螢幕 螢幕的部分 它的螢幕 螢幕的部分 它的更新頻率是每秒120Hz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暢 所以我們在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部分